我们来看这一题,LimitS趋近于1,2S平方减S加1,分之S平方加3S减2,等于多少 TMS要来求这个极限值,所以极限值S趋近于1,那么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就把S等于1,把它带入来做计算 所以1的平方我们得到41,加上3乘以1,我们得到43,再减掉2 那分母的部分2乘以1的平方,我们得到42,再减1加1,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分母12,分子的部分12,所以化解我们得到这个值等于1 所以题目要来求这个极限值,我们计算结果得到41,那么选项C等于1,所以选项C就是我们的答案